美国大选临近 我想用下面这个视频 分析一下美国的主要问题 这位女士 你把自己弄成什么样 确实是你的自由 但是企业用不用你 也是人家的自由 你认为不用你就是歧视 那么用了你就是伤害他自己 所以要懂得自由的边界是产权 任何人只能在自己的产权范围内 行使自由 而现在各色人斗 口口声声的自由 恰恰是在侵犯别人的自由 美国的衰落 就是因为自由平等民主博爱 等等政治正确的大词滥用 而丢掉了最基础的常识 谁在地盘谁住主 违背了宪法的私有产权 人生不可侵犯 可思说影响是相互的 没有权利界定就没有伤害 你有权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 企业当然也有权决定用谁不用谁 美国建国之初之所以发展迅速 一记绝尘 就是因为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 获得成就 而不是政治正确的保护某一部分人 突出肤色 性别 种族等等 恰恰是在破坏权力 破坏法治 破坏自由 破坏美国的立国之际 只有平等的保护每一个人的权利 才是真正的平等公平 我是严小怀 让我们一起透过现象 可本知 结束 老百姓 碑 的